韩国娱乐圈中有不少top级别的演员,其中张赫也算是其中一个。 出生于1976年的张赫,今年已经是他出道的第24个年头了。 自从他正式出道之后,为观众带来不少会智人口的影视剧作品, 如《明朗少女成功记》、《流感》等等,是韩国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演员。 张赫在1997年时,参演电视剧《天桥风云》正式出道。 虽然当时在这部作品里面只是出演了一个小角色,但是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凡, 因为可以和众多的大牌演员一起合作。 当时这部电视剧的主演都是金南珠、张东建、莲金雅之类的实力派, 在2002年搭档张纳拉出演《明朗少女成功记》这部剧,一炮而红。 当时人气非常高的他,随后又与全智贤合作《野蛮师姐》。 片中大胆蛊惑的形象深受韩国少年的喜爱。 在2004年9月,当时正式是野上升期的张赫,却因为涉嫌逃兵役而被调查。 有人举报称他曾花费数千万韩元,向相关人员进行了贿赂, 用肾脏病变的假病例逃避了抚兵役。 逃兵役这件事对于韩国的明星来说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。 该事件被曝光后,多家影视公司终止了和张赫的合约, 让他受到非常多舆论的非议,导致形象大大受损。 后来张赫及时出面道歉,主动接受了调查,并且堂堂正正地服了兵役。 因此才被证明,并且在服兵役期间,他表现得非常出色,被全英表彰。 到接近退伍时,司令员甚至找他做思想工作,希望他继续待在部队。 所以在韩国演艺圈,他在民众间的口碑还算不错, 所以逃兵役的事也很少被提及。 在2006年退伍之后,他选择当时名编剧李庆熙的《谢谢》作为辅助作, 女主是当时还不是很出名的孔孝珍。 这部剧播出之后熟识良好,让他回复了不少的人气。 然而张赫深之,想要在娱乐圈中占有一席之地, 除了有出众的颜值之外,还得有自己的特色。 因此为了脱下奶油小生的称号, 他开始尝试了不少硬汉风格的角色。 他在之后推出的高收视佳作《老谦推奴》和树大根深, 奠定了他演技派的地位。 这三部作品都是当年的话题作品, 让张赫的首识号召力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 而且这几部作品也可以说是他的转型作品, 从之前的奶油小生形象向硬汉形象过度, 不仅动作戏让观众看得赏心悦目, 他的演技也得到很多业内人士的肯定。 特别是在2010年播出的《推奴》, 在这部韩国古装剧中, 他将命运悲惨的推奴手李大吉演绎得非常打动人心。 这部剧最高收视达到36.1%。 甚至张赫本人还凭借李大吉一决, 获得了KBS演技大赏, 甚至还被当年的艾美奖所提名。 他在《242》、《纯真时代》等多部影视作品当中, 得以正派的铁血硬汉形象识人, 甚至还被称为了韩国最强武打演员。 张赫之所以在韩国演艺圈口碑不错, 除了出色的业务能力之外, 他在对待家庭方面的态度也令他加分不少。 在2002年, 他与一名叫金如珍的舞蹈老师开始交往, 之后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爱情长跑。 在入伍期间, 军队赏发分明, 只有在执行任务时获得满分才能打电话。 所以那时, 他每次做任务都拼尽全力, 只是为了能够打电话给女友。 当他第一次打电话给女友时, 对方一直在哭, 还表示会一直等到他退伍。 在2008年的时候, 张赫迎娶了比他年长两岁的圈外妻子金如珍, 六年的爱情长跑终于修成正果。 结婚之后, 夫妇两人也生下了一女两儿。 如今结婚已经有12年的时间, 夫妻感情还是十分的稳定恩爱。 别看, 在作品当中, 他是一个钢铁硬汉, 总是喜欢耍狠, 用武力解决问题的男人, 但回归生活之后的他, 在没工作时, 总会粘在妻子的身边。 他还曾在节目上表示, 对孩子还好, 但一个礼拜见不到老婆就想哭, 只要他在家, 就会把家务活全部包揽, 非常疼爱自己的妻子。 而且他最擅长的家务活是垃圾分类, 他本人也不抽烟, 酒也很少喝, 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。 与张鹤的爱情相比, 沉默寡言的他, 他还是圈内隐藏的人脉王, 他在演艺圈的好友相当多, 比较知名的就是金中国, 车太贤, 他们三人之间没有对方不知道的求是。 虽然三人如今在圈中活动, 所设计的领域都有所不同, 但是他们却仍然保持着真友谊。 除了这两个知名的日亲好友之外, 他和森贤舟、 刘海震、 宋仲基、 宝儿等人也有非常好的交情, 私下经常约出去一起聚餐。 当时张鹤结婚的时候, 他的一众好友都到了现场, 为他送上祝福, 让整个婚礼现场行光翼翼。 金中国为其唱祝歌, 车太贤则是婚礼的主持人, 那场面可以说是非常有爱乐。 曾有一期《罗尼闷》的节目, 金中国在节目上第一次找他做任务, 当时他对突如其来的拍摄非常惊慌, 节目的其他主持人一直在给他道歉, 但是没过一会儿他就说, 没事, 既然已经找到我了, 我就知道, 不能给自己留面子了。 之后他要做的任务就是, 用鼻孔吹水瓶, 甚至后面吹到流鼻涕, 当时整个游戏的过程非常搞笑。 近年来, 张鹤在慢慢剪产, 拍摄的作品并不多, 但是每一部都是精品。 不论是Voice的吴正鹤, 还是辉煌或疯狂里的王昭, 他饰演的银品角色都非常经典。 现在已经45岁的张鹤, 在韩国演艺圈里早已是有口接杯的实力派, 演技又好, 业务能力又突出, 还非常的疼爱妻子和孩子, 连和兄弟的友谊也能保持得始终如一。 不得不说, 张鹤如今的人生真的非常让人感到羡慕啊。 虽然现在有很多新生带男星崛起, 但是他在演艺圈内依然有自己的一席之位。 这个顾佳敬业的好男人, 值得每一位观众喜欢。